被派露擋住 接著開始失勞 來過兩個球員 把握了對方兩個中堅的球員 協防處理的失當 讓巴露迪射入 的確那個失球是哈姆斯 而且就算拉巴露迪 不停一腳過去 入球好像太好 但也無阻他 把比賽改小成2比0 令到保方較為脫脹的 就是這球 因為是… 如果不擋到他 可能是微底入了 去到尾段 其實意大利很多反擊機會 人多打人少 至於德國反而 令到我們 亦都射入一個 很高質素的實驗碼 雖然保方是古島的方向 但也玩不到 我看到德國的球迷 都是流下眼淚 看看技術統計 但其實這場球 大家看到 在戰略和周密度 的確意大利取得決賽的資格 都不可以說不合理 因為第一 傳統其實都是很具隊形策略 或者戰略上的 前西德華或德國 這場比賽 第一 他們可以說是放生的牌勞 第二 很少在一對中堅 這樣出一些錯誤 或者是堅決說服性之下 是令自己落後的 這個都可以說 與人無有 我同意 就輸了兩個中央 剛才我也特別注意到 他們輸第二球的時候 那個失位的加斯杜伯 但回追的是藍武 即是藍武在左邊 他還追得比他快 變成保位的時候 加斯杜伯 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剛才我們在賽前說 如果加上你想打二次 一定要打著派 他沒有中度 意大利哪個贏球 我覺得整個場面來講 意大利的贏球是合理的 贏了兩個環節 有一個好的核心 還有一個巴洛蒂尼的閃光 意大利繼續保持著 逢大賽 都是令德國不勝的 此外也印證一件事 就是逢大賽 我覺得一路風頭很厲害的球隊 通常很難走到最後 但如果你很超班又不同 德國隊始終有一群很年輕的球員 他們只是碰不到錯誤 但如果你有錯誤的話 不要緊 即是先落後 是不出奇的 但落後之後 你的預案要做足它 即是我們落後後怎樣打 看到今天 德國隊似乎預案做得不太足 聽聽陳Sir的意見 德國對這場的球 變得比較粗之大業 這場執法裁品也不錯 沒什麼犯大錯 就這麼簡單 是的 西班牙其實在最後一場小賽的時候 很多人說 如果你放了意大利出來的話 會不會到時候 夜夜火上身 就放苦歸山 現在就全部中了 意大利回來決賽對西班牙 看看西班牙可不可以打虎成功 到時候我們會在決賽 7月1日晚再跟大家見面